詳細新聞報導 元朗星期日晚的暴力襲擊 由傷者說早在晚上9點多 已經在西鐵站外被白衣人群吐 站內的衝突就在10點多發生 警方就在11點之後才採取行動 中間相隔過半小時 有區議員說元朗區上個星期 已經發生過小規模衝突 埋下伏線 由李同欣重組整件事的經過 好…可以… 星期日晚網上多條片段顯示 晚上大概9點多名新穿白衣人士 在元朗奉遊北街一帶聚集 並且叫囂 元朗加油 打開… 其後多名白衣人士 襲擊一名穿著灰色衣服的男人 他就是被毆打的 背部有多條長長的傷痕 現時還未能出院 我9時9時下班 我大約9時10時 就在營點 Simple Live的方向出口出去了 大約位置在一個省渠 大渠的上面 我已經看到很多白色衣服的人 我就說了一句 真是很多白色衣服的人 然後就開始有人過來兇我 類似是廣網類似之類的 又圍我 之後就開始有第一個人 真的用力打了下來 一個打之後,有幾個人一起打 遠一點的,那些人看到 就走過來一起,全部一起打 我想最高峰 加起來也有20個人一起打領我 中途我也有跟他們說 我是下班的 不是,我是下班的 我甚麼都沒有做過 還有我當時很明顯 我穿了一套上班鞋 因為我穿了一套上班鞋 很明顯我真的剛剛下班 但他們是不聽 照樣繼續打 根本我說甚麼都沒有用 暴力襲擊由西鐵站外 發展到西鐵站內 立法會議員林卓廷 因為在網上 看到蘇先生被打的片段 當晚10時44分 帶同兩個人坐西鐵到達元朗站 一下車的時間 就已經是有個年輕人 在後車月台大叫 就說樓下有人被人打傷 有些白衣的人打人 快點下去幫忙 所以我就馬上跟同事一起下去 一下去就見到 有一位女士 掩著頭在地上 我記得她 很多血 地上有很多血 也有一支斷了的木棍 在附近的位置 我馬上跟市民說 大家先不要出閘了 因為外面很多黑社會 很危險 大家一起留在這裏 我已經通知了警方 盡快去處理 但過了幾分鐘 很快 那些穿白衣服的暴徒 就衝進來了 包圍了整個大堂 她和市民一路退回去 車廂裡躲避 但白衣的人追上去 在車廂裡襲擊她和多名市民 大家平手 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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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台攝影師十一時到場 市民在大堂狂奔 想離開港鐵站 期間有一名戴頭盔 身穿黑衣的男人被打 也有一個女士受傷倒地 平手 平手 爭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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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外面 有白衣人暈倒 附近的人情緒激動 衝上去站裡再打 區議員黃威尚 當時也在現場調停 港鐵在十一點五十五分 關閉元朗站 但一批白衣人 在十二點多 強行拉開鐵閘 用多種武器襲擊套人 走開… 黃威迅說 一個星期前 的反修例放映會 已經發生過衝突 的確上一次的電影會 可能已經有埋下了伏線 其實警方應該 也應該留意到這個情況 但很可惜 我覺得這次在處理上 無論是警方或其他方面 都可能有一些檢討空間 我也不知道自己做了甚麼 而且真的太恐怖了 他們可以這樣事無忌大 在這裡打人 打誰就打誰 全部穿了一樣白色衣服 拿著武器 就這樣站在那裡 是人體也覺得有問題 Now TV記者,你跟任不當 原廣區襲擊事件之後 市面回復平靜 雙舖如常營業 有區內中學 擔心學生安全 作出特別安排 暫停暑期活動 張繩恩報道 元朗大馬路一帶 商舖陸續開門營業 銀行提供正常服務 市面大致回復平靜 紅女士的電器譜 星期一基於安全考慮 下午提早關門 生意難免受到影響 真是害怕 真是害怕 我們都是大家知會一下 聯絡一下商戶 要不需要三舖 他們都說要的 那就聯絡 不只是我們關門 銀行也有關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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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市民就說 擔心近日元朗的治安問題 會盡量少些出門 亦都有人考慮要暫時搬走 沙士都沒有這樣的情形 每個人都很不開心 每個人的臉都沒有表情 有少許擔心 不過我欺負完 元朗沒多久 少些出來 因為我懶著回大陸 元朗區中學校長會 因應區內情況 特別約見警方表達擔憂 又說收到大量家長來電 擔心子女的安全 多間中學決定暫停學生課外活動 元朗區的情況 如果用星期一上午 我們接觸到的情況 我們覺得家長的擔心 都是令到我們校長 都會覺得比較吃驚 實際上是挺嚴重的 各別不同的學校 都會因應校程 作出了一些安排 譬如我學校的情況 星期一、星期二的學校 所有活動 我們都停止了 有些學校會停長一點 去到星期五 他認為一旦衝突事件持續 會對學生造成較大影響 對於周末再有示威活動 校方說會加強跟學生聯繫 元朗區校長會 亦都已經要求警方增加人手 在區內巡邏 保障學生安全 NOW TV記者張善恩 報導 元朗星期日襲擊事件 有元朗區議員說 曾經聽到有中聯辦官員 呼籲原居民 不要讓示威者到元朗生事 向議局主席劉葉強說 沒有聽過中聯辦指示任何人 又說事前全不知情 洪永生報導 元朗星期日襲擊事件 元朗區議員黃偉賢認為 中聯辦有份在背後動員 因為在今個月11日 18鄉鄉市委員會就職禮 中聯辦官員曾經呼籲過原居民 不要讓反修例的示威者到元朗生事 當時的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部長 李繼宜先生就發現 他本來有份稿 讀讀下就放下了份稿 就開始說這個反送中條例 然後跟著就說 希望愛國、愛港的村民 不讓這些… 他形容是暴徒 進來元朗搞事 進來就一定要趕他們走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部長李繼宜 出席活動的時候沒有回應 鄉議局主席劉葉強說 沒有聽過中聯辦 指示人造違非作歹的事 又說事前未聽過 有人策劃在元朗襲擊 在這幾個月的時期 網上的新聞、信息 真的多到你根本分不出是黑還是白 怎麼會不清楚 你是鄉議局主席 怎麼會是一些消息 我們鄉視有很多成員 有些是泰門紳士的身份 有些就是… 整個香港發生的事情 特首都知道了嗎 不通行 劉葉強其後災會見傳媒 重新絕對不同意已報逆報 我們新界人傳統以前 真是有抗日抗英的經驗 但是那些都是已經是 上幾代的所謂光明歷史 現在大家都不希望香港人和香港人自己 在內部這樣的矛盾 好像民眾打民眾 對於週末有人發起到元朗遊行 他期望市民和平理性地表達訴求 並呼籲新界人以和平理性的手段 保衛家園 NOW TV記者洪永新報導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出席港台節目的時候 說示威活動佔吹暴力 要求同場的朱凱迪 呼籲停止所有光復行動 何君堯對談期間激動拍檯 辱罵朱凱迪之後提早離場 停止所有光復行動 好嗎 如果… 快點說… 如果… 看鏡頭 一天政府不肯回應市民的訴求 不肯去面對… 又是繼續的 他的政治責任 獨立調酬在緣會 不單查錄… 語言藝術 查賣721的事件 支持暴力 不肯撤回這個法例 不肯釋放被捕人士 將暴力帶入議會 現在由議會變成擴大八倍 然後拿出來社區 你簡直是人渣 何君堯及後未等主持總結 就自己拆了麥克風離開錄影廠 二十幾個市民就在港台外面等候 包圍何君堯並且向他示威 詢問他會不會譴責星期日 在元朗襲擊市民的白衣人士 何君堯說會譴責任何犯法的人 又回應網上聯署 指自己和家人並沒有申請前往和入籍美國 星期日反修例遊行之後 大批示威者集結在上環 警方施放催淚彈和發射塵膠子彈驅散 警方九點半展開驅散行動 本台獲得一條影片拍攝到 當晚中區警署外行人天橋 有租龍小隊監察橋下的情況 期間警員驅趕記者 在沒有任何警告之下 向橋下的示威者發射橡膠子彈 橋上留下彈殼 再有警員在未有示警之下發射胡椒球彈 人權監察當晚有拍員留意有關情況 認為警員在橋上開槍 兼且未有示警做法不能接受 在一個晚上的環境 由上向下射 已經跟警例上 那種訓練上要求射腳 那種期望 那種安全措施已經違反了 如果跟著手側 他應該警告人 我現在開槍 因為他始終是第一槍 但是我們看不到他有任何警告 在沒有警告之下 在一個錯誤的角度開槍 其實是很危險的事 我們覺得這裡的做法是很有問題的 警方期後出示黑旗 多次私放催淚彈驅散示威者 亦都向示威者連開多槍 包括胡椒球彈和布袋彈 多人吸入催淚氣體不適 亦都有記者 懷疑被橡膠子彈打中受傷 羅玉啟認為相較612金鐘衝突 當晚警方使用武力 仍然沒有改善 亦都不恰當 他又說當晚發現有很多警員 身上沒有佩戴委任證或者警員編號 重新應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調查這些情況 我們向警方查詢 當晚施放多少煤催淚彈 發射多少橡膠子彈和布袋彈 以及是否未有視景之下 在橋上開槍暫時未有回復 NOW TV記者陳嘉俊不道 待會看國際消息 待會見 福系會成為香港最全面的娛樂公司 謝謝 我們來做蠟燭博 好 我們公司要簽一個新的女藝人 說起女演員,我真的認識不少 選吧 我們現在想邀請你進來的公司做藝人 我反對 要怎樣合作 我不做 娛樂風雲,今晚8時,ViuTV 好 買車保可以有多爽 個千款私家車 甚至連商用車都可以即時網上投保 還可以用這些APP交文件 全程網上完成 來泰家買汽車保險才可以這麼爽 淘寶就是這麼簡單 泰家保險 新推出Coco Crunch Max 外面興趣,裡面還有朱古力圓心 全新Coco Crunch Max 換成開心每一天 指定店舖野獸 我可以在Tribago 輕鬆搜尋不同網站的房價 很快找到適合深水的酒店 酒店?Tribago 比較深水酒店的價錢就是這麼容易 馬上下載全新的Tribago應用程式吧 高湖全民,他們這期正在被捧 小道消息,他們可能會開演唱會 有人拍到,他們可能會開電影 娛樂新聞,熱度不止15分鐘 名人專訪,跟你聊聊近況 快人一步,吸收時尚生活資訊 15分鐘熱度更加 今晚7時半 半小時加長版,每日搶先收封 對不起Viu千里二 今晚11點ViuTV 繼續新聞時間 南韓說多部中國和俄羅斯軍機 進入南韓防空識別區 其中一架俄羅斯軍機 更加侵犯南韓寧空 是歷來首次 南韓戰機開火示警 亦傳召中俄駐當地史誌 提出嚴正抗議 周開景報導 南韓聯合參謀本報指 兩部中國H6軍炸機 在早上6時44分 先進入南韓東南部 來於島附近的防空識別區 這兩部軍炸機在7時49分 飛到東部屈寧島的防空識別區 逗留半小時後離開 到了8時40分 中國軍炸機 聯同兩部俄羅斯 屠九十五軍炸機 載到進入屈寧島的防空識別區 期間南韓戰鬥機 對中俄軍機發出三十多次警告 對方未有回應 最後中俄軍機在9時多離開 至於另一部俄羅斯A-50空中 預警機 就在朝早9時多 接近獨島上空 南韓派出多部戰機 向對方發出警告和開火示警 俄羅斯預警機一度離開 但在9時33分截返 南韓戰機再開火示警 俄方軍機才離開 南韓軍方說 他們總共開火360次 和使用月有彈二十多次 對方未有還擊 今次是第一次有外國軍機 侵犯南韓領空 副外長尹淳九 傳召中國駐韓大使休國鴻 和俄羅斯駐當地臨時代辦 提出嚴正抗議 清瓦台國家安保室室長鄭義勇 也向俄羅斯提出抗議 說如果再出現類似事件 首爾將會採取更強力應對措施 但俄羅斯國防部否認 他們的軍炸機由侵犯韓方領空 反展南韓戰機 穿過俄方軍機的飛行路線 造成威脅 在北京 外交部發言人強調 防空識別區不等於領空 各國有自由通過的權利 由於南韓和日本就獨島 也即是日方所稱的捉島全有主權爭議 日本期間也派出自衛隊戰機緊急性控應對 事後日方向南韓和俄羅斯提出抗議 說不能容許在日本領土做出有關行為 NOW TV記者周海敬報道 外交部發言人回應香港近期 反逃犯條例修訂的示威 批評有外國勢力在背後操縱 並且奉勸美國趁早收回在香港伸出的黑手 說近期也有不少包括香港本地的媒體披露出了一些情況 可以明顯看出有外國勢力在背後操縱策劃甚至組織 實施有關行動的這樣的一些跡象 美國在近期香港的事態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它到底欲以何為 美國再沒有知識之明 它至少應該清楚一點 香港是中國的香港 中國絕不會容忍任何外國勢力插手香港事務 更不會容許任何外國勢力來搞亂香港 我們奉勸美國趁早收回他們在香港伸出的黑手 而就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敦促香港政府 尊重言論和集會自由 華春瑩回應說 目前已經是極端違法暴力行為 不單止直接衝擊香港的法制根基 違反基本法 也都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底線 它說中央政府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有罪施政 也都支持警方依法嚴懲違法暴力行為 維護社會安定 這次新聞報道完結了 待會有新聞指負 在我的眼中,全部都是你 很感謝你 德國保程軒變身有情人 今晚8時半,ViuTV 找銀行做樓案 不知道能否批評 來香港信貸 無需任何繁複文件 最快15分鐘批黑 任何物業貸款額高達8成 樓案成就相機,香港信貸 香港信貸除了樓案,還有私人貸款 巨屋公屋,私人貸款 中小企貸款 任何資金需要 香港信貸,一定幫到你 借錢當然要還,別給錢中介 你最喜歡Coco Crunch 雀巢可可脆片 牛奶加雀巢可可脆片 為你提供全公物,纖維和鈣質 Milk Loves,Coco Crunch Suzepa和我玩獅子王遊戲 立即買雀巢谷類早餐推廣 即使行動不變 我會用心做出精彩的作品 即使有聽障 我會專心做到最好 即使有視障 我會用耐心去清彩聆聽客人的需要 有他們幫忙,我當然放心 撐質人士各有所長 先用他們的才能,那就雙贏了 雇主參加勞工處的就業剪才能計劃 聘用他們,還有津貼 雙見共融,用心剪才能 想知多點 打27554835吧 我覺得香港有很多有關 成功人士的節目 都只是說他們的紅材偉略 說他們的不屈的獅子山精神 如果讓我做一個新節目 其實我想把焦點覆蓋他們的家 尤其是他們兩代或三代 共事的親子故事 我希望了解一下事業有成的人 和陷著這些鑰匙成長的子女 與上一代的新伙家書 港台節目《香港有你》 今天下午6時半,ViuTV Cooking支持台灣片 今晚10時半,ViuTV 日本參議院的選舉結束 成立只有三個月的左翼政黨 令和新選組 兩個嚴重殘疾的成員 成功當選 是2001年以來 第一次有非主流的政黨 透過比例代表制 拿到國會的議席 將自己放在名單第三位 用人氣補送兩個殘疾成員 進入議會的創黨領袖 三本太郎 就以接近100萬票連任失敗 成為18年來最高票落選的候選人 四十四歲的三本太郎 本來是一個演員 曾經出現多部的電視劇和電影 包括在2000年 風魔亞洲的話題電影《大屠殺》 2011年日本三一一大地震 引發福島核危機 三本打破危能界的禁忌 為反核發聲 網告商、演出單位 紛紛對他敬而遠之 他索性就退出經紀公司 投身反核工作 拿著反核的旗幟 三本2012年衝擊眾議院選舉失敗 第二年是參議院選舉捲土從來 以獨立的身份出擊東京選舉 成功進新議會 六年的參議員生涯 三本的言行不時成為焦點 2013年他向當時的日王名人 遞信表達福島核事故影響居民健康的關注 是戰後第一次有人告預狀 就被批評是利用日王作政治宣傳 本來以三本的人氣 今次選舉再出戰地方選區 應該很大機會連任 不過他就選擇投資自己的影響力 創辦令和新選組 二師是令和時代被新選中的人 自在代表被社會遺留的群體 成員包括性小眾人士 反核分子 單親監獎 勞工代表等 政見幾乎是執政黨立場的相反 反核 反消費稅 反現行經濟結構 並且主張調高最低工資 洶湧的大型集會 輕鬆的衣著打扮 熱血的街頭演說 還有是經營出色的社交網站 都是令和新選組的最大特色 至今已經眾籌籌得四億日圓 義工團隊多達3500人 日本戰後的政治幾乎被自民黨壟斷 三本認為這次選舉 是新勢力改變沉悶政治局面的起始點 表明令和新選組 劍指下次的眾議院選舉 目標是招攬100個候選人 爭奪國會領導地位 事項を引きずり下ろす 事項限定無限 要不再改變 就終了 接下來是香港有地 接下來是香港有地 七月三十號晚上8時半 ViuTV Panek 室內空氣中漂浮的PM2.5 會影響胎兒及小孩的健康 要守護牠們 一定要從空氣質素開始 PPP經過多間機構測試 是有權威認證的空氣淨化機 帶有強勁的潔淨空氣輸出率 CADR 功能卓越,潔淨空氣 媽媽的信心之選 CADR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電視也有教,收到收不到 不是靠彩數 去郊遊,要帶充電的電話 和後備電池 最好帶上對港機和隊友溝通 遇上緊急事故 只要在任何一個 本地流動網絡覆蓋的位置 就可以打112報警 有些行山徑 還有緊急求助電話可以用 想知道在行…